今天又是阴天 感觉好久都没有见到太阳了 没有了阳光的滤镜啊 这个多肉看着总是缺少了一点温柔 而且最近的天气预报呢 显示这一周都是阴天 我估计很难在有阳光的日子里来拍多肉了 然后今天来聊一个老话题吧 就是怎么能把多肉养的肥肥胖胖的 怎么能把它的叶层养的多一点 然后让它的叶片消耗的少一点 因为总有新的朋友关注到我 所以避免不了啰嗦几句 先说怎么来把多肉养的肥肥胖胖的啊 这个就是控养 我喜欢用小盆来控 然后呢拉长它的浇水时间 就是虐它 它这个叶片不缺水就不要浇 等它两层三层已经特别缺水了 干瘪了你再给它浇水 你虐它有多狠 它胖起来才有多可爱 那在这个控水的过程呢 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根 要给它养的发达一点 像这个下面 你看这个根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时候控养就没有问题了 我一会儿去把这颗月亮石呢 浸盆让它喝个饱 让它变胖一点 明天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浸盆呢 是因为我这里气温很低的 现在最高的温度才是24 25度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啊 如果你那里太热就不要浸盆了 好了 现在就是它第二天喝饱水的样子了 浸盆五分钟 然后放置12个小时 现在整个灌服呢 已经舒展开了 然后这个叶片呢 也已经变厚了 现在叶片都很硬挺 美而不腰 肥而不腻 就是它现在的状态 在多肉喝饱水之后呢 它流失了一部分的花青素 所以有轻微的褪色 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 然后就是怎么能把这个多肉的叶片 养的多一点 让它饱满一点 这个呢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大家不要指着 把这个多肉买回来是一个很小的苗 然后养一个季度 三个月就指望它变成很大一颗 叶层很多 这颗粉蓝鸟呢 是我养了三年的 一直在这个小盆里面 现在这个杆子也出来了 然后叶层也多了 我数了一下 大概是六七层的样子吧 旁边的这颗橘子冰呢 也是叶层挺多的 它比这颗粉蓝鸟养的时间还要久一点 也是从来没有换过盆 然后一直是在这个小盆里面控养着 时间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复的 如果你拼命的浇水呢 只能得到一颗又绿又大的多肉 最后一点呢 就是关于多肉叶片消耗的问题 如果是浮盆期的多肉呢 它消耗叶片是不可能控制的 它是必然的 但是如果浮盆以后 像这种小的多肉 一旦发现有两层叶片变软了 你就要及时的进盆了 这个浸盆的操作呢 要在春秋来操作 夏天的时候是不建议给它浸盆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容易黑浮化水的 但是就算你及时发现 它叶层变软 及时浸盆了 它同样也是会有叶片消耗的 因为它代谢掉了那些老的叶片呢 还会有新的叶层长出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